南京西路311號單線的一個情形 昨天經過整齡搶修之後 已經在上80一半恢復單車道的雙向公車 那結果到半夜大概12點多 一點點又發現新的一個漏水嶺 所以又持續地探險 那所以為了安全的問題 所以還是把海陸的這個路段把它封閉 就是旅屯那個黃金西路 從八戶滾路到西陸滾路這一段是封閉的 我們到時候不只是做所謂的傾斜 我們還會做呈現嶺 就是結構物跟旁邊相關人行道部分的這個呈現嶺 也會同步去做一個堅塵 所以在戰雨嶺的發生確實是會讓附近的這個住戶 感到相當的憂激跟益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這個在檢測啊 或者是在做這個封城的時候 不要為了感動 我們真的是不希望它再發生不上一次 尤其是你講說最近發生的這個大小的這個天空 其實小天空其實也是有 其實我發現我覺得然後就是說這附近這個小天空其實是 這附近居民有跟我說有常常發生小天空的事情 但如果有這個小天空的狀況發生 那麼是不是會有大後續會引發大天空 所以這個還是希望說檢測啊 對這個工程確實要不細心 然後不要被感動 然後再發展 就是要來給你 這真的有個小天空到西亂 帶給你 我待會好 你 我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